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 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 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并获得意大利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并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魏赛节庆典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卢君洪台长 新系马来西亚佛友 再次来到吉隆坡与大家结缘 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相聚于此 共瞻法喜 共目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谢所有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佛光普照 吉隆坡 佛法干露 暖心窝 人间凡尘 来看破 践行佛道 说婆婆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台长很高兴 再次来到马来西亚 吉隆坡 与大家 广结善缘 共同沐浴佛法的 智慧精髓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用佛法解脱 人间的烦恼 寻找一片 心灵净土 法喜充满 现代社会 很多人 被忧郁症 恐惧症 所缠绕 世界卫生组织 调查显示 全世界 每25个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 患有 忧郁症 2018年 最新的 癌症 统计数据显示 将有近 1000万人 死于癌症 每分钟 有18个人 因癌症 死亡 病由 新生 人类 往往过分地 去追求 世间的物质 和 名誉 却丧失 的人 唯一 最宝贵的 财产 那就是 我们的 身体健康 我们用 最宝贵的 生命 去换来 带不走的 物质 最后 就是 一场空 几天前 就在 22号 晚间 印度尼西亚 西部海峡 发生了 海啸 造成了 至少 429人 当场 上升 超过 1400人 受伤 海啸 的时候 一个 雅加达的 知名乐队 正在 背朝着 大海 面向 数百名 观众 演奏 突然 海啸 来袭 全部 被 淹没 10月 28号 中国 重庆的 一辆 公共交通 汽车 失去 控制 坠 陆 长江 导致 15个人 死亡 而当时 竟然是因为 一名女乘客 坐过了 站 与司机 发生了 争执 司机 无法忍受 屈辱 跟女乘客 互相 一边开车 一边的 殴打 造成了 终生的 悲剧 这个女乘客 她 错过了 一站 但是 同车的 14个人 因此 错过了 他们的 后半生 令人 叹息 生命 就在我们 呼吸之间 而现代人 情绪 经常的 失控 在 贪嗔 吃慢 疑当中 失去了 我们 良心的 本性 很多人 一时 冲动的 往往会 造成 终生的 后悔 我们来到了 人间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生 在欲望当中 沉沦 为名利 得失 而迷失了 自己 本性 扭曲了 自己的心灵 最终 造成了 心灵 深处的 伤害 和烦恼 唯有 佛法 才能 启发 我们的 本性 和良知 良能 知烦恼 是虚空 知人 生 事 无常 这 这 就叫 悟性 在中国 四川省 对 七百二十名 百岁老人 进行了调查 发现 其中有 百分之 八十九点 十七 都是 非常 想得开的 老人 心太好 是他们 唯一的 共性 在美国 研究人员 对七百名 百岁老人 也进行过 三年的 跟踪研究 揭开了 他们的 长寿 秘密 是性格 开朗 很少 发愁 基本 不发火 一辈子 保持 心平 气和的 态度 平和的 心态 可以让你 身体健康 与人为善 还可以为他人 和社会 创造一分 和谐 与 平安 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改变 自己的性格 才能改变 命运 放下 对人间 五欲 六成的 贪拙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 才没有恐怖 才能远离 颠倒 梦想 才能 究竟 涅槃 我们做人 我们做人 有利益的时候 要懂得 谦让 给别人 我们有道理 的时候 要 饶人 有能力 的时候 不要去 嘲笑 别人 太精明 的人 会 遭人 嫌 太挑剔 的人 会 遭人 的 厌 太 骄傲 的人 会 遭人 恨 啊 在 今年 十月 二十九号 印尼 一架 飞机 坠毁 机上 有一百八十九 人 上身 包括 很多的 孩子 和婴儿 我们 在 人世间 走一遭 本来 本来 就是一场空 何必 处处 去 计较 步步不让 说话 经常 伤人 恨 多了 伤神 话 多了 伤人 与其 伤人 又伤神 不如 想通 不 反神 一辈子 学佛 做善事 我们 问心 无愧 随缘 自在 世间的理 争不完 争赢了 你会 伤 人的心 争不赢 你会 伤 自己的心 世界上的利益 那是 赚不完了 赚多了 别人 伤 感情 才聚 人 善 才 善 人 聚 一生 本来就是 空空 如也 出生 那是一张 小床 走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 小盒子 什么都 带不走 所以 想通 看 明白 天天 能够 平平安 安 就是好日子 天天 能够 把握 当下 你才是一个 智者 呀 有一个画家 他突发奇想 我想画一个佛 或者 我还想画一个魔 他在一个寺庙里 找到了一个僧人 发现 这个僧人打坐的时候 气质 清明 安详 于是他就邀请僧人成为自己的模特 并许 并许弱 如果我画完了 会给你丰厚的报酬 画做完之后 这个画家 一举成名 僧人也如愿拿到了重金的谢礼 过了 过了几年时间 过了几年时间 画家 想找一个魔鬼的原型 但是早来早去 都不满意 直到有一天 他去了监狱 他见到了一个犯人 他很满意 于是 他就左手画画 画着画着 没想到 这个犯人 失声痛哭起来 犯人 哭了 画家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 诶 你为什么要哭啊 犯人说 上次你画佛的人 就是我呀 这次你画魔 也是我呀 原来 这个僧人拿到报酬之后 下山花天酒地 钱很快用完 但是欲望越来越大 最终一步步的堕落下去 还俗之后 他偷盗 抢劫 无恶不作 最终 郎当入狱 画家了解之后 长叹一声 丢掉画笔 他再也不想 做画了 人心最难控制 佛魔 只在我们的 一念之间 一旦 沉迷在 欲望之中 你可能就永远 没有回头的余地 所以 佛经上说 人 须有 为 众之心 方能 克及 能克及 方能 成佛呀 一个人 想要成为菩萨 就一定要懂得 克制自己 一念佛 一念魔呀 忍辱 无欲 才能精进 一个人 能够忍耐 这个人 一定会成功 现代社会 到处 是诱惑 连信用卡 都是我们的诱惑 说的好听点 叫提前享受 但是 用信用卡的欲望 闸门 闸门 一旦打开 那就 收不住手 月底 账单一来 吓你一跳 所以 从善 如登山 从恶 如崩盘 学好 三年 学坏 三天 不修心 你不会念经的 所以 人间的诱惑 不要试图 去考验自己 我们要远离欲望 我们就能解脱 自己的烦恼 一定要懂得 解脱烦恼 你才能在人间 做一个无欲之人 你才能心静如水呀 有一个老和尚 写了四道算数题 二加二等于四 四加四等于八 八加八等于十六 九加九等于十九 徒弟们纷纷说道 师父 你算错了一道题 老和尚说 是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道题 我算错了 可是 我前面算对了三道题 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 而只是看到我 算错的那一道题呢 我们做人 也是这样 别人对自己好一百次 只要有一次 对你不顺心 你就会把过去别人对你好一百次 全部都可以忘记 所以这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人性的道理 做人要学会多记别人的好 少记别人的仇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 谁都有不足和缺点 谁都会自私和犯错 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与人接触当中 我们要多多看到别人的优点 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 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 这样社会就会和睦 家庭就会和谐 世界才能和平啊 常常常能够记住别人的好 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 你会得到慈悲 其实人生的一切 基硕虚妄 学博人要懂得 我们彼此都有缺点 所以要包容一点 我们都有优点 所以彼此要学会欣赏对方一点 我们都有个性 所以彼此要谦让一点 我们都有观点 所以彼此要相互接纳一点 我们都有悲伤 所以彼此要多多的安慰对方一点 我们都有快乐 所以我们彼此都应该分享给别人一点 上辈子的缘分 让我们生活在一起 彼此珍惜吧 前世的缘分 今世的相识 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 朋友 不要让自己总是后悔在失去的痛苦当中 难得是糊涂 其实这个难得是糊涂 是真正的什么含义呢 因为难得是糊涂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在提高 因为与世不争 你就变成难得糊涂 自身的精进 与世不争 收敛自己的光芒 所以传统文化说 欲为大树 墨于草争啊 也就是你今天要成为一棵大树 你为什么还要去跟那些杂草去争啊 有一年 美国在洛杉矶召开了作家的峰会 许多作家应约而至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炫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 安安静静地坐着 微笑着在倾听着 他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喋喋不休地向他吹嘘 自己一百多部的作品 最后他被问及 有几部作品的时候 因为这个男的不停地就跟这个女的问 最后他问 啊 夫人 请问你有几部作品的时候 他微笑地说 我只写了一本书 他身边的这位作家 立刻得意起来 又问他 啊 夫人 您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他只答了一个字 Gone with the way 飘乱世家人 那个作家立刻羞愧地不说话了 这个女人就是 气死的 经常自己早气生的人 称为小心眼 俗称小人 经常受别人气的人 称为庸人 俗称无知之人 经常自己生气 经常自己生气 也常气别人的人 称为熟人 经常让别人生气 自己却不太生气的人 称为阴人 经常在背后阴别人 也称为自私的人 不论别人 不论别人怎么气你 你也能够不生气 坦然 处之 那叫高人 从不气别人 自己也从不生气的人 那就叫圣人 百病皆生于气 学博人师父教你们几个 消气的方法 其实消气有很多种的方法 当你们在家里生气的时候 首先要离开火场 这个就叫回避 当你的先生在家里 砸东西 在骂人的时候 你赶紧要到另外一个房间 或者外面去走一走 这叫回避 另外一种消气的方法 叫倾诉 经常找一些好朋友 佛友跟他们倾诉一下 自己的苦 然后你就会消气 还有一种叫运动法 经常自己到外面去走一走 还有那就是听博法 做义工 念经许愿放生 学白话博法 我看这个方法非常好 如果在家里还有很多人 没学佛的人 他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 想通放下 想一想 别人会怎么样的感受 你也会想得通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放低自己的幸福底线 与人不一样 你就能活在菩萨的心中 因为每一个人 把自己的幸福底线 放得太高了 一不能达到 就会发脾气 发怒 就会生气 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的幸福底线 放在我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 我吃得好 我睡得好 我不要生癌症 我不要跟别人闹 这样你很容易感受到 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幸福生活 所以学佛的人要众善奉行 但是现在很多人小的时候 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人越长大 我们长出了很多的心眼 其实心眼这个东西 我们学佛人都要知道 你想多了 那就叫小心眼 想少了 那叫缺心眼 一直想呢 叫死心眼 不想呢 就没心眼了 人生烦恼不断 其实很多烦恼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台长经常治疗 普通病人精神上有问题 我经常幽默地跟他们说 你如果感觉你有忧郁症 不要紧 那是因为你不全面了解情况 然后才想不通的 你的拖延症 是因为你太懒了 你才会去找各种理由拖延 你的强迫症 是不该想的 你拼命地去想 你的失眠症 那是担心太多 或者是你太兴奋了 你根本晚上不困 你的自闭恐惧症 是因为没钱 没工作 或者房屋贷款 可能欠钱太多 记住了 一切都会改变的 只要是心里的病 佛法讲 无常 几年后的今天 一定和你现在的境界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其实一个人的心态 决定你的命运 如果心态不好 说穿了 就是你的心太小了 心态的太字 把它拆开 上面一个大字 下面一个心字 就是让你 你的心要大一点啊 你的心胸 如果每一天大一点 你的心态 怎么会不好呢 内心的幸福 日子才轻松 人亦随缘 一生才能不冤呢 想的太多 容易烦恼 在乎太多 容易困扰 追求太多 容易累倒啊 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的相识 好好感恩别人对你的付出 因为瞬间可能就没有了 失去了 好好珍惜你生命的每一天 因为只有今生的修行 和修为 才能获得你来世的 善果和善报 有一个画家 他在家中有个五岁的习惯 天天逍遥自在 身心健康 有一天 他的代理告诉他 你的两幅画 你的两幅画突然被卖掉了 卖了很高的价格 他只要一想到 银行卡上一长串的数字 就令这位画家激动不已 无法平静一颗激动的心 随后 由于这点名声 他越来越忙 出入沙龙 各种晚宴 非但 五岁没有了 晚上经常失眠 身体越来越差 过去 他作画 喝茶 活在 淡破的世界当中 也从不为 失眠 而发愁 他活在了 天堂上 自从名利来了 他一脚踏入了地狱 整天担心和烦恼 画家 慢慢地开始 想念他以前的生活 他试着让自己在名利和淡破之间 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于是他关门谢客 推掉大部分的宴会 尽量让自己生活 恢复到从前的步调 虽然突然地忍弱 让他有点不习惯 但是渐渐地 他又找回了内心的平淡 画家得到了名利 失去了平静的心 等到他舍去这些名利 他内心的宁静 又在不知不觉当中 回归到本源 得到与失去 那也是一种轮回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失去而难过 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到而高兴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一辈子吃不尽的亏 一辈子占不尽的便宜 在我们不经意之间 我们就完成了他们身份的转换 所以人的一生 甜酸苦辣都会尝变 我们在贫穷的时候 我们渴望富有 却不知道 当你拥有富有之后 的生活 可能给你带来 你更多烦恼和精神上的贫困 所以要学会把得失看得淡一点 得到了 学会感恩 失去了 学会随缘吧 我在做节目当中呢 经常有佛友呢 打进电话 有一个佛友呢 他让台长看图腾 台长看着他 鲁腺增生 有节节 在靠近胳膊的地方 台长还指出 这个听众以前在感情上 受过伤害 听众承认 那是暗恋过别人 台长明确看出 说他有两次感情上的问题 他又请台长看另外一位男士 听说男生出生日月 那前一秒钟 马上要说出他的 台长就告诉他 他的节会在今年七月份 他腿脚不好 缺维生素缺钙 听证说 前几年打通电话 台长也是这么说的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您好 您好 请师父帮我看一个1989年的蛇女的乳腺有没有问题 有点小问题 有点增生 是的 有那个节节 对啊 就是节节增生一点点 现在就是左乳房上那个有一个大的节节 靠下面 是的 现在你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跑到你的胳膊肘那个地方 对是的 我有的时候腋下感觉有点紧 你在感情上被人家受伤过 哎呦 很厉害哦 以前暗恋过别人 两次好像 对对 对对 对不起师父 好好念经啦 不要不要愚痴啊 好的师父 谢谢师父 那个师父还有一个1986年的虎 他明年是男的 33岁有没有关节 有 大家都当心啊 车祸 那那个师父当时是什么时候 7月份 7月份过生日 你看 我先比你讲到前面吧 我先讲7月份吧 谢谢师父 你看你马上7月份出来了吧 谢谢师父 师父他这个腿也不是太好 不是他正常 对啊 就是跟关节有问题啊 不好啊 我跟你说了 他缺啊 他维大命A和C 他全部都缺的 还有缺钙 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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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 他就前几年也打通过电话 师父确实也说他这个腿 他这个腿缺钙 看见了吗 13年的时候 大约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 有一个和尚 他很有名 开悟之后出家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成了这个大寺院的方丈 当年 当年红水 母子失散 他的母亲一直在外面讨饭 有一次 他的母亲听说某某和尚 像他儿子一打听 这个和尚的小名 还真是他的孩子 他的母亲非常高兴的 哎呀 我现在的孩子有本事了 他不查我一口饭 我要求不高 我要让我孩子给我吃一口饭 不用在外面要饭就行了 所以他的母亲 就走到了大寺院的门口 说要见你们寺院的方丈 我是他的母亲 方丈一听 马上就出来 一看到母亲抱头痛哭 然后把他接了进去 他母亲说 孩子啊 你现在过得好了 但是母亲天天都在街头要饭 现在我老了 我要不动了 你也长大有本事了 你看你管的寺院这么多人 我要求不高 你就安排一个小房间 给我吃一口饭 让我度过晚年 行吧 大和尚说 不行 他母亲苦苦哀求 和尚不是讲慈悲吗 大和尚说 因为你不学佛 你不念佛 所以你一定不能待在这里 他母亲说 那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让我留在这里呀 和尚说 我有个条件 妈妈 你要能接受我 这个条件 我就留下你 他母亲说 啊 什么条件 你说吧 我现在老了 走也走不动了 天气又冷 我会冻死 饿死在外面 和尚说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母亲想了想 儿子这么坚决 没办法 好 孩子 那你讲讲条件吧 和尚说 到 我这里的 所有的米和面 都是常住的 都是接受供养的 你不能白吃饭 妈妈 你每天念一句 阿弥陀佛 拿一粒大米链 你能念多少出来 你就能吃多少 如果你今天念不出来 你就不能吃 他还派了一个小和尚 在那里 看着自己的母亲 这消息传开了 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个方丈 心太狠了 自己的母亲 念一遍经 要给他一颗米链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他对自己的母亲都这样 咱们不跟他学了 走吧 于是很多人就走了 但是方丈 依然如旧 就是这样 对他的母亲 小和尚 在边上看着 这位老太太 念一句 阿弥陀佛 就拿一粒 这么小的米链 也很辛苦 小和尚就说 老太太啊 和尚让我看着 他也不知道 你念多少 哎 我偷着给你 拿两把米 你休息休息吧 我给你抓两把 小和尚 就偷偷地 抓了两把 他哪里知道 这位方丈 是开千眼的 过一会儿 方丈把小和尚找来 跟他说 你今天害了我的母亲 给他抓了两把米 你没让他念佛 今天他不准吃饭 你被开除 赶出庙门 小和尚 还被挨了三香板 这下 把他母亲吓得 没捞着饭 吃不说 还把小和尚赶了出去 名声更臭了 这个方丈 寺院的香火 越来越凌落 一晃 三年过去了 有一天 老太太 开口了 叫你们的方丈过来 我有话 跟她说 在旁边 看着的小和尚一听 赶紧去找方丈 方丈去了之后 他的母亲 盘腿在那里坐着 说 方丈 感恩你的慈悲 三年过去了 你终于度了我 阿弥陀佛 已经来接我了 我该走了 然后一闭眼睛 往生了 方丈 冲着他妈妈 涅槃的身体说 妈 我三年的苦心 终于没有白费 这和尚 就是这样 把他自己 亲爱的母亲 给度了 当时很多人 都来找方丈 忏悔 方丈 我们全部冤枉了你了 哪知道 你这么慈悲 你用你的慈悲 度了你的母亲 草度了你的母亲 让你母亲 在极乐世界 永远的快乐 但是在我们凡人 看到的 那都是眼前 给他点钱 给他点吃的 让他过得好一点 可将来 可能就完了 生生四世的 六道轮回 得不到解脱呀 佛说 欲望无边 凡事有度 一切 适可而止 所以 如果感觉 你心中还有恨 有嫉妒 有烦恼 说明你心中 还有病 因为这些 嫉妒和烦恼 会让你变得 更加的痛苦 在我们修行人的心中 不管遇到 多么大的烦恼 永远不要消沉 要放弃欲望和埋怨 但不要放弃 但不要放弃 希望 因为人的埋怨 会让你失去你的智慧 记住了 成功总是留给那些 积极心态和头脑清醒的人 人间有四大祸根 听大家记住 酒 那是穿肠的毒药 色 那是刮骨的钢刀 生气 那是下山的猛虎 钱 那是惹祸的根苗啊 我们现代人 生儿育女 不懂教育 而你都变成了讨债鬼 一辈子的辛苦吧 儿女养大 没有几个孝顺的 有一个笑话 说的是 儿子和土匪 有许多的相同点 第一 儿子和土匪 他们都会把你 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钱 洗劫一空 第二 他们都会威胁你 经常说 信不信 我让你断子绝孙 第三 强盗和儿子 他们都是在缺钱的时候 才想起你 然后给你打电话 让你把钱给他打过去 当然 儿子和土匪 还是有区别的 那就是被土匪 抢走的钱 警察可以帮你追回来 而被儿子抢去的钱 你报警了 连警察都不会管你的 上梁不正 下梁外 现代人说 很多的男人有四个鬼 在身上 实际上不学佛 你就可能会有这个四个鬼 早上起床就生气 那是一个小气鬼 晚上十点回家 那是酒鬼 半夜十二点钟回家 那是色鬼 凌晨四点四点钟回家 那是毒鬼 学会用佛法来改变自己的心态 看破放下 无欲自然 心如水 其实我们每个人 在人间追求的很多的房子 车子 名利 都是虚空的 一部高档的手机 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那是没有用的 一辆高档的汽车 百分之七十的速度 那是多余的 一座豪华的房子 百分之七十的面积 那是空观的 一大堆的社会活动 百分之七十 那是无聊和空虚的 一房间的衣服和用品 百分之七十 那是闲置不用的 一辈子你挣了再多的钱 再多的名和利 百分之七十 那是留给别人花的 我们做人 不追求人间名利 一切随顺因缘 看破放下 修好自己的心 养好自己的德 珍惜健康 最重要 有一位年轻的男子 他在风景区 遇见一位漂亮 有气质的女士 他就一直跟着 这个女士的后面 走了很长一段路 最后这位女士 忍不住转身问他 喂 你为什么老跟着我 这个男士 非常诚恳地对他表白说 因为你是我所见过 最美丽 最有气质的女人 请你答应我 当我的女朋友吧 女士回答说 你现在只要回头看一下 你就能看到我妹妹 她长得比我漂亮 气质更多 那个男子听了 马上转过身 但看到的 只是那些 随处可见的 普通女子 这个男的 马上质问这个女子 你为什么要骗我 是你在骗我呢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你为什么 还要回头去看呢 女士回答 接着转身 快步离去 学佛人 要懂得 面对 已经拥有的 我们很多人 往往 不会 珍惜 这不仅是 对别人 对自己 可能都会 是一种伤害 所以 生活 就是这样 人生 就是这样 心态 不要 变化 不断 可能 经常变心的人 会让你 全功尽弃 一无所获 记住了 身心健康 要靠安静 静能生会 告诉大家 静 有八种 记住了 一个人 心静得下来 叫静心 能去 佛造 静思 能去 烦恼 静观 能学经验 静养 修生养性 静目 能懂事理 静望 能躲干扰 静处 就是一个人 独处 安静的 能消杂念 静静地读 能走正道 人 还有八个 为字 说话 为诚实 守功德 为正直 懂礼貌 为涵养 常谦虚 为智慧 爱众生 为良知 常宽容 为仁慈 多奉献 为功德 高境界 为菩萨 台长 在节目当中 有一个听众反馈 一位同修的母亲 在7月15号 发高烧 血压升到 110到170 昏迷 绳子不清 并未通知书 而且医院里说 让他们家属 把母亲拉走 同修早上8点钟 为母亲许愿念经 小房子 一天内放生了500条鱼 母亲好了以后 现身说法 并把自己吃素 两年的功德 全部转给了 她的母亲 到了中午12点钟 母亲居然醒了 心脏功能 血压功能 一切正常 医生说 那叫回光板照 但是经过几天之后 各种检查 母亲一切正常 医生说 简直不可思议 只用了10天 一个病危病人 完全恢复了健康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我给您读一个同修分享 7月15 同修母亲高烧 持续不退 血压也从原来的 100到160毫米拱度 升为110到107毫米拱度 接着开始昏迷 神志不清 医院开了病危通知书 并让家人把同修母亲拉走 家里只有同修学所念经 他坚信习近法 一定能救他母亲 他在佛台前 为母亲许愿念经 一天内放生500条鱼 完成一定数量的小房子 母亲好了以后 一定现身说法 并把自己吃全做 两年多的工作 全部转给母亲 中秋早上8点钟 许愿完去上班 中午12点钟 家里人打电话说 母亲醒了 并且心脏功能 血压功能检查 一切正常 医生说是回光反照 经过两天后的各种检查 确定母亲已经 一切正常 医生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使用了时间 从一个病危病人 到完全正常 太坎恩 观世音普达此类 从而母亲这个事 家里人也开始 相信普达念经了 答案南无大 大会救不救 那广大灵感 观世音普达母和尚 答案师父 现在知道了吗 好好念经修心 心中有菩萨 那好 谢谢师父 我今天没有念 答案师父 谢谢 我们在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一条 通往成功的道路 是宽阔平坦的 相反 他们往往充满着泥泞 人生也是如此 当你经历过痛苦 你才能醒悟 经历过坎坷 你才能精进 东渡日本的建筑大师 刚刚顿路 空门的时候 四里的住持 让他做一个 谁都不愿做的 行脚生 每天 他都很勤奋地 做着住持 交给他的工作 两年了 他每天都这样 从来没有一次 让住持对他的工作 觉得不满 可是他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的和尚 都做着很轻松的活 而让我一直做着 私里最苦最累的工作 而且让我一做 就是两年时间 一直以来 他都不能接受 他认为自己很委屈 觉得住持分配的 一点都不公平 有一天 日上三干 建筑和尚 还没有起床 住持觉得纳闷 就到建筑和尚的 寝室里去巡视 当主持 推开门的时候 只见 床边 放了一堆 破破烂烂的草鞋 住持叫醒建筑 建筑 今天你不出外化缘吗 床边堆的这些破烤鞋 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建筑打了个哈欠说 哦 师父啊 这些是别人一年都 穿不破的草鞋 如今啊 我剃度了仅仅一年多 全穿破了这么多鞋 我想把他们没有 穿破的草鞋 拿来自己继续穿 也可以为庙里 节省一些鞋 主持听了之后 笑了一笑 听得出建筑 也有一些话外音 对建筑说 啊 昨夜外面下了一场雨 你起来陪我到 寺前走走吧 昨夜的一场雨 使他们寺前的黄吐蕃 变得泥泞不堪 突然 主持拍了拍 建筑的肩膀说 你是要当一个 只会壮中的和尚 还是想成为 能弘扬伯法 普度众生的名僧呢 建筑说 哦 那当然我想当一个 弘扬佛法的名僧了 主持 念须一笑 接着说 哦 你昨天有没有走这条路 哦 有啊 主持又问 那么你现在 找得到你昨天的脚印吗 他说 昨天这里是平坦 坚硬的道路 今天变得如此的泥泞 小僧如何能找到 自己的脚印呢 主持接着又笑了笑 说道 那我们今天 就在这个路上 走一走 你能找到 你自己的脚印吗 呃 当然了 主持笑着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建筑 建筑和尚 愣了一会儿 突然 他明白了 主持的教诲 他开悟了 记住了 只有在泥泞的路上 才能留下自己的足迹 只有经过艰苦的跋涉 终有一天会留下你前进的脚步 我们学博人用六波罗蜜 智慧人生 不管在哪里 精进的足印 都会深深的留在泥地里 印证我们的存在 我们不要只羡慕别人的成功 没有人辱的修养 没有布施精进禅定 没有一个人会修成的 一分耕耘 总有一分收获 泥泞的道路上 布满着我们智慧的脚印 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背后 总有很多感动天地的故事 而故事当中的那些英雄伟人名人 却是在不畏人知的岁月里 用了他们太多的宝贵时间 又用了多少辛苦的汗水 记住了 我们学博人想一事修成 靠愿力 攀登四圣 靠实力 实力就是忏悔 实力就是学博的人 永不退转 有位佛友问我 师父 有一位同事心态不好 几乎天天在找我麻烦 我从不回应 盧台长 你觉得我这样做 对不对 台长告诉他说 如果一个人 别人天天在骂你的话 说明他的生活当中 不能没有你 而你不去搭理他 证明你的生活当中 可以没有他 学佛人静转 而心不转 外面的五欲六成 不能动摇我们的 精进学佛之心 这就是卢卢不动 但是也有很多人 在度人当中 总是说 哎呀很多人不开悟啊 哎呀他们搞不懂啊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台长讲一个 毕加索的小问题 有人曾经问过毕加索 大师 你的话 我怎么看不懂啊 毕加索说 你听过鸟叫吗 听过 好听吗 好听 你听得懂吗 我们学佛人 对很多人的个性 和他们的品德 我们看不懂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别人 不能懂别人的心 你在家庭 也会失去你的伴侣 你在家庭 也会失去你的孩子 你在社会上 是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 所以要学会 懂别人的心 我们不能 不懂别人的心 去救别人 如果不了解别人 你怎么能够 让别人来了解你 其实 要想出烦恼 就要多多的 理解别人 台长告诉你们 理解万岁 接下来 台长有一个 很小的一个事例 给大家讲 这个事例呢 我要跟你们先讲 在前面 你们一定要动脑筋听的 因为你们如果动了脑筋听 脑筋急转弯 转得过来的话 你们会哈哈大笑 笑得前然后合 如果脑筋转不惯 弯来的人呢 可能笑都笑不出来 仔细听好了 多生点智慧了 有一个人现在在念心经 来不及了 我们人生有时候 就像坐过山车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所以信念 自己的信念 一定要坚强 在现代社会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代表很多人的思维的混乱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张 在路上遇到一个 搭顺风车的美女 现在很多 哎呀 再我一段吧 那么老张呢 把车停下来 这个美女呢 就上车了 突然开开呢 这个美女呢 突然之间呢 晕倒了 在车上 这个时候呢 老张呢 不知所措 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 老张已经感受到 压力的存在 到了医院 医生 经过检查 出来说 啊 这位女士 已经怀孕了 恭喜你啊 你要成爸爸了 那个老张 嗯 医生 这孩子不是我的 哎 可这女士 说孩子是你的呀 不是我的 讲也讲不清楚了 这时候老张 开始焦虑不安了 他不得不求做 DNA 要做一个测试 证明自己的清白 测试 结束之后 医生说 啊 啊 张先生 您是 不孕 不育症的患者 而且是天生的 你是 不会生孩子的 啊 你是清白的 但是老张听后 忧虑重重 在回家的路上 他不断想着 家里自己的 三个孩子 突然 他心里感到 心力憔悴 回到家里 老婆一开门 高兴地迎上去 哎呀 你回来了 我又有了 这时候老张 觉得生不如死啊 很快 不管老婆 怎么解释 他和老婆 离婚了 耿直的老张 净声出户 就是什么都不要 他离开了 突然间 老张还感觉 自己浑身一青 有一天 老张碰到了 在医院的好朋友 老刘 这个老刘 把他叫到一边 说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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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上次那个女的 我一看 他想讹诈你 那天 正好我值班 我还不了解你 我偷偷帮你处理了 说你 是不遇患者 请我吃饭 老张想到自己的老婆 和三个孩子 他大脑轰了一下 这次他自己进医院了 他觉得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个笑话告诉大家 我们人间的善变之心啊 来自于你的情绪的控制 情绪有时候像心魔一样 所以佛法讲 无常的人生啊 你能够控制好情绪 你才能控制好你的人生啊 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人的一生需要拥有多种素质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学会情绪稳定 告诉你们 情绪像水一样 但是稳定的情绪 像涓涓细流 滋养万物 不稳定的情绪 如咆哮的大海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当你们每一天 进水给菩萨的时候 就是代表你们的心啊 干净如水 心如明镜 平稳的水 就是我们对菩萨的一片心啊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要是没有智慧 经常会咆哮 经常会失落 他的这个灵魂 可能很快就会杀死你 远比细菌来得快 一种怀疑别人的情绪 将会伤害你自己的心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遇到最大的敌人 不是你有没有能力 也不是这个世界 有没有条件 而是看看你能不能控制好 你自己的情绪啊 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人自己情绪不好 一点不知道 就会产生很多负能量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有七种负能量 也就是说第一 明明想好好地跟自己太太讲话 但是呢 将将控制不好 情绪就开始破口大骂 明明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 开始情绪不好了 翻来不去 睡不着 失眠 失恋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去闹事 无法正地去处理好 感情问题 最后犯罪 因为太焦虑紧张 情绪控制不好 错过了很多机会 和别人意见不合的时候 喜欢争执不休 主观意识太强 做了错误的判断 明明能够冷静 妥善处理的问题 因为情绪失错 然后错失了 最好的表现的机会 就像很多人想在很多人面前 想说得很好 但是呢 因为看见别人的眼神 或者别人对他怎么样 然后他讲了一大堆 不切实际的话 明明过得很不开心 压力很大 却要洋装自己 很坚强 很独立 这也是一种负能量的情绪 所以我们不要把情绪隐藏 因为没有正确的去处理好 你自己的情绪 会让情绪在你心中受到伤害 菩萨让我们要看破一切 一切不可得 执着不可得 不但会伤害你自己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定得下来 一切都会过去 任何烦恼要想得开 你再大的麻烦和困难 可能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不是困难和麻烦 50年之后我们在哪里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天上了 想一想 我们还要为这些人间的小事 去烦恼去忧郁嘛 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 好好学博念经 你就能做你生活和生命当中的主人 这个最后给大家讲两个笑话 台长每一次法会之后 总会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如果这两个笑话 大家觉得很好笑 那么我就很开心 可能会加一个 但是也可能呢 我就不加了 要根据你们的表现来的 好 有一个老婆 她问她老公 说了 老公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么 什么是成功之父呢 丈夫斜了她一眼说 每当 我们去买东西 每当我花钱帮你 清空 购物车里面 东西的时候 就叫 成功之父 成功之父听得懂不了 成功的支付宝 支付了 支付东西了 老婆呢 悠悠地看着她说 你不愿意 求生欲很强的丈夫 马上陪笑地说 怎么可能呢 老婆花老公的钱 自古流传的 你看 这丈夫二个字 倒过来 就叫 负账啊 好 再来一个 现代年轻人谈恋爱 都非常现实 你条件好 我就跟你谈 你条件不好 我就不跟你谈 说有一个女的 有的女的 就问这个男的 跟他说 你有三套房吗 没有 你有奔驰宝马吗 没有 你有七位数的存款吗 没有 那你有啥呀 我我我 我还没讲出来了 那你的转身就走了 突然男的就急着跟他说 我管理了几百人 其中有很多律师 教授 企业家 还有很多帅哥 美女呢 女子突然之间回头 抱住那个男的腰 满脸崇拜地说 死鬼啊 你不早说呀 这就够了 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总啊 那个男的说 我是群主 哈哈哈哈 好 这个呢 这个笑话呢 也跟刚才前面那个笑话一样 要仔细听的啊 是最后幽默笑出来的啊 笑不出来的人说明 有问题啊 有两口子结婚三十年 说他们从来没吵过架 记者呢 就采访了他的丈夫 记者问 哎呀 听说你们三十年 从来没吵过架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请你跟我们 这个听众讲一讲 丈夫说 结婚的那一天 我们家的狗对我的老婆 对他吼了一下 他平静地说 这是第一次 过两天 我的媳妇倒水 从狗旁边经过 狗又对他吼 平静地说 这是第二次 过了没几天 过了没几天 媳妇坐在狗旁边 劈柴 狗又对他 嗷嗷嗷地叫了 媳妇回手一捕头 把狗头都砍掉了 丈夫 看他把狗都砍死了 就对他吼着 你生经病啊 媳妇平静地 看他自己的丈夫 这是第一次 从此以后 他们俩就过上了 幸福的日子 你生气 那是因为 你还不够大度 你郁闷 说明你没有智慧 你焦虑 说明你不够从容和豁达 你天天在悲伤 说明你还不够坚强 你每一天惆怅 因为你看不到未来的阳光 你嫉妒别人 因为你自己还不够优秀 所以每一个烦恼的根源 都是种植在自己的心上 让我们用佛法的智慧 来消除人间的烦恼 想通想明白 好好地念经学博 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谢谢大家 好 那个给大家的开示呢 就到这里 那个有一个佛友呢 讲一讲他的体会 台长呢 现在很热 浑身都湿透了 所以我下去换件衣服 马上上来 给大家看图腾 很多人很希望台长看图腾 给大家当场 看图腾 让大家相信 这个世界 要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行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很多都会保护我们 但是也有很多看不见东西 会伤害我们 用我们智慧的头脑 用我们智慧的眼睛 来观察自己的身心 让我们身心健康 永不烦恼 超出六道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鸿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